人鱼公主 很久很久以前 深深的海底 住着人鱼国王和他的六个女儿 六个人鱼公主长得都很漂亮 当中最美丽的是最小的人鱼公主 人鱼公主必须年满十五岁 才能游到海面上去 终于最小的人鱼公主也满十五岁了 她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游到海面上去 海面上有一艘大船 船上的人正在帮王子庆祝生日 还点燃了漂亮的烟火 人鱼公主游到大船附近 看到英俊的王子正站在船上看海 哇 多么英俊的王子啊 正当人鱼公主看得入迷时 突然间出现闪电 并刮起暴风雨来 王子坐着船被大浪打到 不一会儿就沉了下去 圆鱼公主发现沉到海里的王子后 急忙把她抱在怀里 拼命地游向海面 王子 承拼命地游向海边游向海里的王子 对面房子走出一个漂亮的女孩 人鱼公主赶紧躲到石头后面去 那个女孩发现王子以后 跑到王子的身边 是你救了我吗 谢谢你 王子完全不知道 人鱼公主才是冒着生命危险 抢救她的人 之后 王子被扶进房子里 人鱼公主只能孤孤单单地 从远处看着王子离去 人鱼公主回到海底以后 还是无法忘记王子 不久 人鱼公主找到王子住的城堡 每天晚上都去城堡附近 等待王子的出现 人鱼公主爱上英俊的王子了 要是我能变成人类 爱王子结婚的话该有多好 于是 人鱼公主决定去找魔女商量 他到黑暗的深海里去拜访魔女 魔女说 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让你变成人类 但是 你得拿你美好的声音来交换 而且 如果你没有和王子结婚的话 你就会死掉 你就会死掉 然后变成泡沫 这样你还愿意吗 人鱼公主点点头 把药喝进肚子里 好难过 人鱼公主 人鱼公主痛得昏了过去 过了不久 她终于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冲到沙滩上 尾巴已经变成了两条腿 而且王子就站在她旁边 哇 你好美啊 叫什么名字呢 可是 人鱼公主的声音 已经被魔女夺走了 没有办法回答王子 王子让人鱼公主穿上礼服 将她带回城堡 然后 为美丽的人鱼公主举行宴会 人鱼公主在大家面前翩翩起舞 她优美的舞姿 让王子及大臣们 都看得十分着迷 人鱼公主过得非常幸福快乐 有一天 一个漂亮的公主来拜访王子 王子向人鱼公主介绍那个女孩 她就是在海里救我一命的恩人 再过不久 我们就要结婚了 无法说话的人鱼公主 只能在心里默默哭喊 救王子一命的人是我才对 如果不能和王子结婚的话 我就会死掉 然后变成泡沫了 王子和那个公主还是结婚了 他们在船上举行宴会庆祝 人鱼公主独自站在船边哭泣 这时人鱼公主的姐姐们出现了 这把短剑是我们拿头发 和魔女交换来的 只要拿剑刺死王子 你就不会死了 人鱼公主收下短剑以后 悄悄潜入王子的房间 朝睡着正香甜的王子举起短剑 但是人鱼公主的手一直发抖 没办法拿剑刺杀王子 我实在无法杀死自己深爱的王子 我马上就会死掉 变成泡沫了 祝福王子 永远幸福快乐 人鱼公主扔掉短剑 从船上往海里跳下去 结果 七彩缤纷的泡沫 围绕在人鱼公主的身边 天使们一路指引她飞向天堂 原来上帝拯救了心地善良的人鱼公主 从此以后 人鱼公主就在天堂 活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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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